大家好 親愛的你在幹嘛 我們現在在曼谷 我們在排隊 排什麼 曼谷就是車多人多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幾乎都要排隊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in circles for so long 我們剛才坐計程車從市中心來住了快一個小時吧 真的快一個小時 我們本來想說來這就是可以吃個下午茶什麼的 結果來這已經快 現在已經快天 現在已經快6點 5點25分超誇張 你有沒有注意我們剛才那個計程車啊 他跟我們喊價是喊200泰銖 如果是跳表其實只要七八十塊而已 真的假的 對可是我覺得跳表對他們來講很不划算耶 為什麼他要喊用喊呢 飯店人他幫我們喊 為什麼 因為塞車啊 他說的喔 對啊 因為一定會塞車 你覺得開那麼久才收六七十塊 你知不知道他餓死嗎 你真的會餓死 對啊 所以我覺得是蠻餓的 200塊不貴啦 所以他剛剛跳表歸跳表 反正不管到這多久你就是給他200塊 對沒錯 我們現在可以吃的這一間 叫天食梅 不知道泰文怎麼唸啊 天食梅 不知道不要亂唸 然後他就是天食梅 他整家店 就只有賣一樣的東西 什麼東西 就只有一樣東西 就是炒河粉 他有分炒河粉的平民版 炒河粉的普通版 跟炒河粉的超奢華版 從頭到尾就只有賣炒河 哪有 聽說他的柳橙是蠻有名的啊 那不算吃的 他就贏了 他就只有賣炒河粉跟柳橙 重點是他的柳橙質 比炒河粉好貴 你知道他很特別的是一點 你有沒有看到 他可以用木炭 這是一種堅持你知道嗎 對 因為木炭做出來的東西啊 就是會多一個味道 對沒錯 然後 你不是說他還是深夜美食嗎 先告訴大家 這間店啊 如果你半夜想吃宵夜 真的推薦大家可以來吃這間 他下午五點才開門 開到凌晨兩點 開到兩點 對 所以呢如果半夜不知道吃什麼 可以來吃這個 這個還不錯 然後聽說他的柳橙質是實價喔 有時候貴有時候便宜耶 是嗎 我茶是一罐八十五塊 一罐八十五 欸超貴的耶 超級貴 比河粉還怪 河粉是六十塊 柳橙質要八十五 柳橙質也是招牌子啊 所以大家都推薦來 就是吃草河粉 柳橙質 我覺得來這種店很棒 你都不用想要吃什麼 因為他就不用讓你選 你沒得選這個一種 有個拉拉木 大家看到沒有 來拍外帶 超酷 他這邊啊 有兩條 然後右邊這一條 是Tech Home 就是外帶 左邊啊 這條是內用的 親愛的 要不要來應徵拉拉木 欸他現在會加錢嗎 應該會吧 我覺得應該會加錢 所以如果大家在飯店啊 也可以下載拉拉木 對你就不用等了 等就直接可以來 就有時間幫你送回去 這太酷了 今天有跟你講一件事情 欸你才等多久就打哈欠 半個小時 泰國有個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他雖然交通很亂 可是他們很少按喇叭 欸對 對 他們就會就是等 對 這跟大陸有蠻大不一樣 他們就是等 對他們就是 雖然很吵啦 那個 嗯嗯嗯嗯 那個車車飛很吵 可是沒有任何便宜便宜便宜的聲音 紐約就很吵 對 其實他們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名字 我覺得他們就是覺得 浪費時間好像很正常 哈哈哈哈 沒有我覺得 不是我覺得他們就是很習慣在等待這些事情 然後覺得這些事情是很合理 對啊會抱怨 就是就是 很少 然後就覺得這樣很正常 對 真的很塞車 車子很多 剛剛我們在等 你知道我們剛剛坐健車的時候 感覺健車也試機也不著急啊 雖然我們就是已經坐很久 對 可是他感覺就是也不著急 他就知道 就是邊跟朋友講電話啊 慢慢的開啊 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這個已經快可以入騰兩集了 因為我們等太久了 真的真的超準的 親愛的 你看他們兩個在聊天 對 LALA MOVE又來了一刻 欸LALA MOVE已經來了三個人 真的 對你看他們現在已經成群絕對了 我覺得他們就是可能 欸 而且他剛剛 他們都直接拿菜單給店了 對啊 我覺得他們會先給LALA MOVE 他們先訂東西 我來泰國我下載GRAP GRAP也可以叫外送 晚點再來吃看看到底怎麼樣 這樣感覺我們應該下載LALA MOVE 對啊很多耶 好像比GRAP 對 而且台灣的LALA MOVE 好像還沒有開始外送 就是大部分都是在送包裹之類的 來這邊進來 大人要收10塊了 然後小朋友要收5塊 這是另外收的 因為這邊那個 使用者付費 冷氣要加錢 對這邊有錢 5塊跟5塊 欸他的菜單很酷耶 然後這麼厚一本 就通常都是一樣的 我們點了一瓶柳橙汁 結果他給我們四個杯子 柳橙汁 不會太豪華一點 其實滿氣心的耶 你看他的吸管 上面是套起來的 然後下面是幫我們打開的 所以只要把上面拿起來就OK啦 可是他有這種的湯匙 他是冰沙嗎 沒有啊 應該不是冰沙吧 好我來喝喝看 先來開 我跟你講這柳橙汁肯定厲害 為什麼 現在整點是不是 對整點 用邊整的打鐘 下課 你有看到嗎 裡面有飄子的顆粒 對這多少錢啊 這罐大品的是160 160 超貴 哇這罐要台幣100 你河粉還貴 你要慢慢喝欸 不要喝太快 要不要加水 你咬捐捐捐捐捐 有看到嗎 喔他是顆粒耶 你有看到嗎 不是顆粒感 直接就是果肉 難怪他會給你那個大湯匙 喔他讓你挖這個果肉啦 難怪 哇看起來 好喝嗎 好吃嗎 我知道為什麼 要160 為什麼 但現在終於可以理解 到處來瞬間你就理解 想說阿不就跟美麗果一樣 看得到果肉 原來這才是真正的果肉 可是我跟你講我真心告訴我 果肉都在他們兩個家裡 喔真的我們這樣吃 我吃一個果肉就好 我的果肉沒了 好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真的有果肉 哇有果肉耶 真的是果肉 就是柳橙汁 就是柳橙汁 就是橙汁啊 就是橙汁 很甜很甜 就是 你就是整 就是整顆水果 沒有加任何一滴水很甜 等一下如果再買一瓶你會買嗎 我覺得有點貴 我應該不會再買 好吧 就是有那麼一點點貴的柳橙汁 可是他真的肉料很多 就是真的就是新鮮的柳橙汁 這是他的菜單 看起來好像很多東西 其實抽到你就是只有那幾樣東西 然後他這個還有寫一個 是你千載南風 推薦你一定要吃一生必定一定要吃的美食 這邊都有特殊的記號 然後我們點是五個都有的 五個都有了三百塊 可是他其實這個跟這個差在哪裡 你知道嗎 他是多了一個特別的感覺 可是反正他就是有很多圖案推薦的啦 或者是人家有報導過的啊 其實這家CNN有報導 這是多少錢啊 這是九十塊的那一個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很可惡的東西 我要先拿 這是 香菜 然後有附兩隻蝦子啦 對啊 欸其實這樣九十塊 就是 也不貴啦 也就還好 沒有便宜啦 比泰國的物價應該是沒有便宜也沒有貴 他裡面有這個 有什麼 然後 就吃這個 豆干 對 好我要吃囉 我會一口 連著 豆芽菜 和粉蛋 這樣一起吃 好吃嗎 它有炒花生醬 那個和粉是有炒蝦醬 然後吃起來是甜甜的感覺 裡面有花生粉的味道 它很像熱的潤餅 吃起來的味道很像潤餅 那你吃吃看它的蝦子怎麼樣 好我吃吃看 它麵QQ的 它蝦子也清理得很乾淨 你看該挖的都挖掉 可以的都幫你剝了 嗯 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新鮮嗎有Q嗎 蝦子很大隻很脆 會辣嗎 不會完全不會辣 那為什麼紅紅的 我覺得是那個醬 這是蝦醬 所以是紅的 它整個都不會辣 不會辣欸 嗯 蠻好吃的 這個盤子感覺非常的 比較不一樣 對 他們比較貴的盤子 好像是有另外一個費用 哇這很像魷魚絲欸 我來吃一口 上面那個就是魷魚絲 一模一樣 然後底下一樣是和粉 對 我們就把它拌開 感覺跟剛剛那個差不多 對啊 和粉感覺很少欸 它是貴在它的料 我們剛才發現它的花生粉很好吃 加點花生粉進去拌吧 它的花生粉味道超好的 它的花生粉是有粉也有顆粒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可以吃到花生的顆粒 也可以吃到它那個綿密的口感 哇感覺好好吃喔 天啊 這一定肥 好我要夾囉 這一口什麼都有 吃一口 什麼都有嗎 你沒有夾 其實老實講 雖然我們加了這麼多料進去 可是呢 泰式炒和粉 那個核粉味蓋過了一切 真的嗎 我不知道我300塊跟90塊差在那邊 對 大家點90塊就好了 對 不用點300 沒有點真的 就是那個味道會蓋過一切 真的嗎 大概就這樣 強烈推薦大家點90塊就可以 真的不需要點到300塊 而且要等更久 因為它會特別為了你炒 所以有點不太一樣 對它是大家一起炒啦 對 剛才皮膚也有300塊 就大概一起來概念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點90塊了 好我們現在在那個天時美的那個小飯店 小飯店 就是我們吃飯的地方居然有自己的伴手禮商店耶 這是怎麼回事 不會它會賣小朋友的衣服對不對 然後你如果想要自己回去啊炒一些醬啊什麼這邊都有 而且它的東西其實不貴 如果你想要買伴手禮回去其實也是可以 欸真的欸 這應該算是在地的一個比較大的品牌吧 對 對 這樣一罐多少錢 就是一百多塊 一百二 這樣一罐一百二耶 好不貴 然後還有這種三屬四層 就是很合理的價位 欸真的很不錯 然後你看這個盒粉 包裝的這麼高級 70塊 我覺得它比較有興趣就是它的T恤 我比較喜歡它的T恤 它T恤有紅的白的黑的就是老爸喜歡的T恤 它有賣它的盤子耶 盤子不便宜耶 剛才我們用的這個盤子啊 要550塊 然後一直下來 到小盤子300塊 我猜它的盤子 我不會買盤子 可是我覺得它的盤子有可能它特殊的地方吧 我覺得沒有金盤子 對啊連這個 欸這個貼紙也有賣耶 這個我覺得很可愛 這一件399 我想買 欸 OK OK 可以啊很正常 OKOK 我們要離開這家天使美了 總體而已啊 其實非常推薦 對 服務人員態度也很多很好 但是其實不貴啦 一個人就是你就抓100塊左右就可以吃 吃 吃不飽啦 就可以吃到不錯的東西 吃完天使美 我們等一下準備再站下一家 對 喜歡老爸的影片 你要訂閱分享按讚 記得還有訂閱Yoyo的頻道 還要追上我的IG 恩恩恩 最主要是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 分享 我們下一個之後 我們下一個月 會どう走 訂閱 但我還在做了 會不會 我們下一個月 除了 我們下個月 他祝福 我們下一個月 在 forgiveness